美國道雄指數 接下來我來說一下美國道雄指數 可以先看我這邊的截圖 那美國道雄指數呢 它這一次它這兩週三週沒有參加多頭的行情 然後之前盤整的時候我有提到說 它呈現一個W型盤整 那在這個時間點呢 我進了三張的美國道雄證2 這個時間點呢我也進了三張的美國道雄證2 那到了這時候它沒有特別的往下 它突破了 它直接往上突破了這個橘色的這一條 240日的均價線往上 那之前的影片我有提到說 它如果突破了這條240日的 上壓力線的話就代表說 未來走空頭的可能性會很低 所以當它突破了那一點 我就把我最後的兩張 我最後的兩張美國道雄證2的損失成本 投入了進去 那到這一天為止總共投入了8張的 美國道雄證2 然後接著呢 它並沒有如我預期的非常順利 馬上突破了這個27000點 它又開始進行盤整了 所以它又開始往下 然後又往上 又往下 那到這一天這個點呢 因為它的KD值突破了80 所以這個點我當時是當作它會往上 繼續突破的訊號 所以這時候 我把這個時間點它當作一個 新的下壓力線 也就是這根紅色的還有 240日均價線 那如果它跌破了這邊的話呢 我後來新投入的兩張美國道雄證2 每一張的損失成本約 600元 兩張是1200 所以它如果突 它如果往下 突破了 240均價線的話 我會將這兩張出脫 然後到時候再考慮 這8張的 美國道雄證2 是不是要再放棄幾張 讓它不要這麼重 輕一點 美國道雄指數非常的有趣 它現在就是撐在這裡 240日的均價線和 20日的均價線上面 所以 未來的幾天 一定要觀察它會不會突破 那它如果沒有突破的話 就代表 多頭繼續走 那它如果突破了這兩個線 交叉的這邊 然後又突破了我之前設定的 下壓力線25000點的話 那各位投資朋友 真的 要注意 我們的全球指數泡沫行情 可能會結束 最後要提到的是這個 美國納斯達克行情 那美國納斯達克行情 從 3、4月開始 它的漲勢非常的強勁 然後在6月跟7月之間 它開始有了一個比較 規律化的走勢 你們可以看這個截圖 6月的時候這邊 我把它當作一波的漲勢 然後一樣 它呈現一個W盤整以後 往上突破 然後又開始呈現一個W 所以現在 這個時間點是 這一波7月的漲勢的低點 然後6月漲勢的低點是在這一天 6月29號當時的納斯達克 指數是 6874點 這一天突破了上壓力線以後 到這一天 它的KD值 它的KD值來到了下面的左邊 有寫92有沒有看到 KD值來到了92 那也就是代表它的相對起來比較高的價格 來到了10617點 那這邊我有做一個計算 6月29號 當時的低點 7月10號KD值92的高點 如果我們投入了富邦 納斯達克正二的話 那當時的成本價格是 51.6元 那7月10號的隔天賣出的話是60.9元 所以會有18%的報酬率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6月29號是6月底 相對起來是低點 那7月10號是7月初 相對起來是高點 那今天是7月25號 是7月底的 相對起來是低點 所以有可能到8月初它的漲勢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8月初到8月10號之前 有可能會漲到高點 所以目前我現在在考慮的階段是 把部分的美國道琼正二的股票 換成納斯達克正二 因為美國道琼正二 在6月底7月初 它並沒有發揮 所以它有影響到我一些 預期的報酬率 那這時候就是要SPLIT 分散籌碼 所以有在考慮說 是不是要把一些籌碼轉換到 納斯達克正二上面 那如果有同樣想法的投資朋友 也是在下週的禮拜一禮拜二 如果大盤它沒有崩盤 沒有往下跌的話 那相對起來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就是納斯達克正二的低點 各位投資朋友們可以考慮進場 最後來說這個毛 原代SMP500為什麼我會出場呢 因為目前的走勢真的太詭異了 美國道琼指數它並沒有一個特別的表現 但是納斯達克 它的長勢非常的強勁 一直噴 然後呢 SMP500 它介於噴跟不噴之間 那當時SMP500 我的進場的成本大約是在這邊 那它介於噴跟不噴之間的話 它的KD值在上週的最後兩天 來到了80次往下 那當時我判斷的雷達它就有一點失真了 6月的時候它走了一個W 6月底的時候進場 那當時我的預計是7月的時候 它也會走一個W 在7月底的時候 來到了低點 可以再進場我的第二隻的毛 但是它現在根本沒有往上衝 也沒有往下來到低點 所以我要出毛也不是 要進毛也不是 那由於現在局勢真的非常的 不穩定的情況下 比起沒有賺太多 跟小鑽 還有小賠的情況下 這三個情況下 我選擇中間的小鑽 所以我就先把6月底 那時候我進場佈局的毛 給領了出來 然後7月就快過完了 等8月的時候 大盤再經過一次試驗 如果沒有問題 它往下跌到了低點 那時候我就會再進場佈局我新的毛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我分享我投資經驗跟方式的朋友 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周遭有在投資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持續製作影片 分享我投資經驗的動力 謝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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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tballs